隨著FF7重製版的道理 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故事角色 Cloud、Barrett和一群的雪崩成員 而在今天正式發布的宣傳片中 我們也終於看到我個人史上最喜歡的遊戲角色 Tiva Lockhart Tiva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少女 和男主角Cloud一起在尼布爾那裡長大的 在她當年陷入生死關頭的時候 被一個格鬥宗師收為正式的門徒 擁有一身很強勁的格鬥術 在故事的初期 當男主角一行人去詐毀神來公司的魔王爐 即是發電機的時候 Tiva曾經明確地表達過對於這種暴力計劃的反對 在Cloud的口中我們可以知道 Tiva並不是太支持這個詐毀核電廠的計劃 但到最後 她也是同意了這群人的做法 因為她知道 採取和之前一樣的方式 是甚麼都改變不到 而這件事 就是我最喜歡Tiva的一點 Tiva很熱愛和平 但當需要戰鬥的時候 她依然會毫不猶豫地揮出自己的拳頭 Tiva知道 在必要的時候 只有戰鬥才是保護好自己和身邊人的唯一方式力 跟電玩遊戲史上 很多只有嘴巴的花瓶角色不一樣 在需要的時候 Tiva是不會畏懼戰鬥 因為她知道 這一刻的戰鬥 是為了更加長久的和平 在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可以重新看到Tiva 在大銀幕上出現 是令我非常驚喜 我想任何人 都必須要學習這一種 為了更加長久的和平 而去揮出鐵拳的果斷和毅力 期待明年正式推出的FF7重製版 希望我們可以重溫得到當年的感動 為了更加長久的所謂 為了更加長久的看法 也是無時可使的 又溫得到這方面 作詞在 Problem製版 也許可以留在擒充製版 兩個人當地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